哈喽,大家好,欢迎收看满满的食谱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万用鸡骨高汤的做法 可以用来做火锅汤底,奶油蘑菇汤,黑胡椒酱等等 首先,我们准备好的材料有1公斤的鸡骨夹和3000克的水 这里我们准备了两个鸡骨夹,大约1公斤左右 需要把鸡骨夹洗干净,内脏全部不要 鸡骨夹洗干净后,我们就可以开始熬鸡高汤了 这里我会用慢炖锅熬 我们先将水导入锅子中煮开,放入鸡骨夹 然后加盖熬煮2小时 没有慢炖锅的话,可以用普通的锅子小火熬煮 鸡高汤熬好时,我们就能闻到很香的鸡汤味 可以看见汤色浅黄层测 这时我们将鸡骨夹捞起来就好了 鸡汤熬煮的时间越长 汤中的营养物质会更高 味道也更鲜美 当然鸡骨和水的比例可以自行调整 鸡骨越多,鸡汤的味道也会越浓郁 鸡高汤不需要天天熬 我通常是把熬好的鸡汤分成几份 放入密封容器中,放入冰箱冷冻保存 需要的时候再取出,非常方便哦 好的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记得订阅,分享,留言,按赞哦